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这就使得弹珠的终点变到了左边的死洞 所以去向中奖的弹珠 最后都会掉进左边的死洞 如同沼泽以自身意志 来抵抗一切中奖的威胁一般 再小的失误他也不会放过 此时远逃一击到像热锅上的蚂蚁 再不快点,我们就完了 一旦向后清晰的机子恢复之后 死洞将重获新生 弹珠就无法轻易到达第三层了 开思无奈的应道 没错,我们会完蛋 我所设想的中奖路线不会出现 但还有另一条中奖路线 假设中奖都是一号 开思原本设想三号与四号中间为中奖路线 但因为偏了,最终会向左倾斜 这种情况下 中奖线路换成二号和三号之间 只要能穿过这里 最后就会偏向左边中奖 现在就看弹珠进入这条路线 与排出口变畅通的速度哪个更快了 这时又一颗弹珠进入了第三层 但排出口也开始陆续排出 正等大家认为 令人绝望的血喷大口已经张开之时 两扇大门却同时打开了 全场再次热血沸腾起来 让天堂还是下地狱 远藤已经开始了祷告 虽然弹珠还有一些 可排出口一旦畅通 就无法轻易进入第三层 继续说 这已是最后的机会 然而 这最后的一刻还是无情的落入死动 开思绝望的步伐一言 任凭远藤垂打与咒骂 屏幕前的四五组同伴们 也纷纷流下了眼泪 只有冰藤幸灾乐祸的尖笑着 于生本尝出了一口气 开思终于气馁了 虽然弹珠还未用尽 但已经 可就在这时 开思不禁瞪大了伤眼 又有两颗弹珠同时进入了第三层 更令人瞠目结实的是 虽然弹珠已经排出 死动却仍然被堵着 开思明白了 这弹珠卡在了管道里 这简直就是奇迹呀 前驴戒群的一条 想上前击打沼泽 被远藤一把抱住 远藤愤怒的说 就算赔上我这条老命 也不会让你得逞的 一条下的瑟瑟发抖 他将最后一次希望 寄托在圆盘向左的倾斜 对于开思来说 第一层和第二层死动堵塞造成的溢出 则是他唯一的依靠 就是以数量取胜 使弹珠们来到第三层 盼着他们互相撞击造成意外 被送入洞奖洞 然而这种意外并没有发生 弹珠们只是突然的落入了死动 这时却出现了另外的意外 其第一层和第二层之后 第三层也堵塞了 应该说是早就堵塞了 一条发现洞被堵塞后紧急操作遥控器 到弹珠被排除了几分钟 掉落在第三层死动里的弹珠 刚好赶到了发生堵塞的地点 即使堵塞了通向四个死动的滚道 之后弹珠被一点点排除 可第三层最后两颗弹珠 居然以绝妙的平衡 弯丝不动的卡在那里 这就意味着 不用再管什么中奖路线了 只要继续打 就算不中 弹珠们也会互相碰撞 被撞进中奖洞的 此时也有两颗弹珠相互碰撞着 向中奖洞滚去 所有人都瞪到了双眼 同伴们更是大喊着为开思加油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次定能成功时 两颗弹珠却被诡异的推开了 恶魔竟然再次复活了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雨哥下回分解 最后别忘了在微信里搜索的公众号 雨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的铁粉专区提前更新视频 雨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过去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准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